帅 谢谢 大好我的宝贝 谢谢 你们也很帅 我最近有一个感觉是 我觉得现在谈恋爱的人很少 但是喜欢看别人谈恋爱的人很多 前两天 我跟公司的一个女同事 穿了一件很像的衣服 然后周围的同事就开始起哄 哎呦 情侣装 磕到了 磕到了 我都懒得跟他们解释 两个人约好的才叫情侣装 我们这个只能叫缘分 还没说呢 女同事就极力否认 不一样 不一样 我穿的这个是短袖 她穿的是秋衣 整的我也很尴尬 我俩的衣服明明都不在一个季节 就硬磕 我俩的衣服一个在秋天 一个在夏天 磕完气氛冷得像冬天 只有我觉得这好像是我的春天 以前上学的时候 我也磕 我磕我自己和我喜欢的女孩 才毕业绕的那天 我走过去跟她说 你看咱俩穿得一样 真般配 她说这不叫般配 这叫班服 照你这么说 咱们班谁跟谁都配 那照你这么说 我跟你是不是也配呀 她肯定了我 你也配 说完 转身就跑了 路都没看 撞到门上了 我心想 这下你也磕到了吧 那个时候还比较单纯 我现在有一个感觉是 好像现在爱情的催化剂 到处都是 就比如说跟朋友去露天的地方吃饭 总会有个卖花的阿姨跑过来 给你的女朋友买一朵花吧 我特别讨厌这事 因为一桌男生 阿姨从来没有问到过我头上 可能阿姨觉得 光是这一朵花 应该帮不上她的忙吧 我能理解 因为在一桌男生面前 我确实 最不像有女朋友的 但有一次 我跟一个女生单独吃饭 我心想 这下没有别的选择了吧 阿姨选择了绕开 这有点侮辱人了吧 转念一想 她如果走过来说 来给你的女朋友买一朵花吧 女生就会觉得 这有一点侮辱人了吧 很生气 我只能主动说 我要买花 阿姨说 你买花送给别人的女朋友 不合适吧 这个花是卖得很贵 但阿姨也不是什么当前都挣的 就还有的时候 你去逛个书店 也可以看到很多 教人谈恋爱的书 什么 如何快速追到女生 还有七天让女生倒追你 两本书我都买了 我就是要让他们无路可逃 但你看过就知道 那种书没啥用 一看就是理工直男写的 因为一本恋爱书籍 你翻开 看不到一丝的浪漫 全是各种数据 0.6米更容易来电 约女生的画术 列了一个树状图 越看越熟悉 我感觉这不是恋爱书籍 跟我那会儿 刘水先生的车床操作手册一样 这玩意别说追女生了 当时追生产进度都费劲 这种场合还有很多 比如说夜店 我之前没有去过 就听他们描述那个场景 酒精 音乐 荷尔蒙 最主要的是灯光昏暗 一听就特别适合 我这种小明星 谈一场见不得光的恋爱 我之前没去呢 是觉得我自己 不适合那种地方 我觉得那种地方 必须得是事业有成的人 才能去的 就现在我这个事业 不得不去了 我 时尚先生 坐拥72屏大house 黑暗中还有一点像周杰伦 黑暗中 真的 别说蹦低了 我现在走路都蹦着走 骑电动车过减速带 我都不减速 都蹦得可高了 那种环境是很暧昧 但大家去的时候 一定要穿点贵的衣服去 就千万不要穿 你从网上买的什么 2022潮南秋季必备套装 因为你在里面 很容易遇到另外一个潮南 我就遇到了 我抬头一看 突然感觉 我的这个潮流 小众男装 好像不小众了 很尴尬 我俩都想回头确认 但眼神又不敢发声交汇 我心想 这里果然很暧昧啊 当时我穿着秋衣 大哥穿着同款的短袖 我俩一个在秋天 一个在夏天 都开不起卡座 只能相遇在舞池里 共同寻找彼此的春天 当时 不管舞池的音乐 多么劲爆 就感觉我俩的BGM 永远都是 春天在哪里呀 春天在哪里 扭头一看 春天在那开不起的卡座里 当然那天也不是 完全没有收获 我还是加到了一个微信 走的时候还说哪句 以后要常联系哦 再有小众男装 记得店铺分享给我哦 小众哥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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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